过完年大家就要开始开学开工了 对于学生来讲 新的一年是值得期待的 因为他们可以避免这个 因为疫情造成的这个在家上课的痛苦 为什么叫痛苦呢 最近这个NBC啊 美国的这个NBC电视台呢 他就做了一项这个关于 关于这个学生高中生 特别是高中生在家上课 上网课带来的痛苦 他们感觉这个在家里面上网课 更加的紧张 会造成头疼 所以上网课的这个效能 并不如这个在学校上课 所以都期望能够返回到学校来上课 老师们也感觉上网课呢 比上这个在教室里上课呢 更加的困难 所以也期望能够回到教室里面 给大家上课 这里面不光是这个网课会比正常上课 带来更大的压力和紧张 除此之外呢 更严重的事情实际上 或者更关注的事情是 校园里的那种魔法 校园不得不说 校园教室里面确实有一种魔法 能够让这个孩子们呢 在这个课堂上 在学校的课堂里面呢 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一种魔力 这种魔力表现 不管怎么说 远程上课终不会是一个常态 还是期望大家都能够返回到校园当中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